這個機子 差很大 這個跟那個 這個比較好 主要這個是我們 全部是 不接著 2 2 3 3 3 1 3 3 准备 Ready Fair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看一款衝鋒槍套件 這一個 那這個款衝鋒槍套件呢 它有非常多的一種變化 OK 打開看一看 它自己本身也有出槍托 但是我沒有用 還有魚骨片 它本身也有簡易型的前握把 可以讓你去使用它 不錯 那我整個組起來就像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槍的本體 那你也看到呢 我有加裝了一些東西 那槍托呢是用PDS的 它可以伸縮符合你的槍身 那符合你的身形跟手長 那它的M4的那個 後托桿呢是原本就有附的 所以它本身就有附後托桿 然後它的前面呢 就是整體的是就這一段 然後再加M4的後托桿 所以你的槍托的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去做搭配 這個內紅點是我自己加裝的 那它這邊呢 左跟右呢 你的拉柄是可以交換的 來就是槍身 那你可以不用加裝它的M4的後托桿 不需要 那你這樣的其實就是可以達到一個很簡易的效果 那你裝了後托桿呢 你就可以將你想要的槍托 那想要槍托你就可以調你的長度 比方說緊一點的 很緊緻 稍微長一點的 好 一拖射擊 好所以是一個很棒的一個CQB的利器 那套件呢它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變化來符合你的需求 首先呢它可以在前面呢裝一個 算是前握把的功能 或者是在你的握把這邊呢裝一個簡單的槍托 好那像我現在是做完整版本 就是說所有的裝備全部裝 它會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前段 好鎖上你的槍身 再加上M4的後托桿 好這個地方 它本身自己呢也有出它的槍托 但是我是裝PTS的槍托 我比較喜歡 OK 那握把的這個部分呢 我是裝我自己的 好這是怪怪出的 我很蠻喜歡這支握把的 在握的時候就有MP5K的感覺 OK 那後托的部分呢其實 伸縮呢你可以很緊緻的伸縮 在轉身的時候 出槍 轉身的時候出槍 好 上下 很小 那你也可以在比較遠的時候呢 好 長距離的射擊 OK 就是這樣子 那在你呢 任何的衝動槍套件呢 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可能會有攻差 因為你的手槍不一樣 那在這一把的 槍身的設計上面呢 它首先它會先做一個附件 鎖在你的 那個槍 手槍的前 那個魚骨那個位置 然後呢 再從這邊插進去 去固定住 所以說呢 這樣無形中呢 你的槍身 再跟你的滑 那個 手槍的槍身 跟衝動槍套件裡面 就會有空隙 讓你的滑套 可以很順暢的運作 不會做 攻差大小的模式 它在設計這個 握那個 拉筆的時候呢 是設計左邊跟右邊都可以的 所以你左撇子 可以把這個拆下來 換這一邊 那再來呢 就是今天呢 有的衝動槍套件呢 它這一邊其實是做得比較密 所以說它只適合 右撇子使用 那在軍三的時候呢 它是只有一個 單邊推彈鈕 可是呢 我們在軍四跟軍五的時候 其實都有雙邊推彈鈕 這時候呢 這個槍 再配合這個衝動槍套件 就可以使用 那有的衝動槍套件 它是這邊是封住的 那你一裝上你的手槍的時候呢 多的推彈鈕就會卡住你的衝動槍套件 那我有實際試過 那把槍 衝動槍套件很可惜沒有買 當然啦 那把衝動槍套件 適合另外一把手槍 那是比較符合軍用的授權設計的 那就可以 所以說可以去試試看 那再來的部分呢 我講過前段的部分 它是有一個套件去鎖你的手槍 然後呢 滑進你的槍身 那後段的部分呢 它本身這邊有一個鋼片 去頂著你的手槍的握把的片這個地方 然後再鎖上去 所以它幾乎是整隻手槍前跟後 骨柱 後座力呢 加上你的那個金屬的後托桿 那整個槍身就變得很穩定 你會感覺到後座力其實是蠻扎實的 好 往後撞 大概就這樣子 我也請一位射手去做一個實際的射擊 那這位射手呢 它是左撇子 可是它用這把槍一樣用得下下叫 好 那可以各位有空去看一下 好 謝謝啦 好 就跟各位 harmony 有利均遞 你